记者颜红俊张化报道,张化显田中镇林妈妙手开先例,用巴勒敬拜好兄弟,开办四年来已成习惯,今年岁月巴勒价格创同期新低记录,农民仍无忌讳,坚持用巴勒敬拜好兄弟,数量甚至超过往年,预估于一千台金。 民间既会用巴勒敬拜好兄弟,担心巴勒子吃尽度,拉出来,生出更多巴勒,好兄弟越拜越多,但张化显示方公,林妈妙,毫无禁忌,四年前开始用巴勒敬拜好兄弟,不仅相安无事,香火越拜越旺,巴勒价格也凭创新高,村民也乐意拿自己种的巴勒当贡品。 但今年风调雨顺,入夏以来巴勒价格直直落,信徒是否在用巴勒做贡品,考验大家的信仰前程。 结果大家幼稚一同,就是邀请好兄弟吃巴勒,前主委萧道龙估计数量约有一千台金,绝对超过往年,他说,用巴勒敬好兄弟,在我们这里已经扎根了。 农民谢清斌说,今年夏天水果,样样便宜,巴勒也不例外,以往近中原节,拍卖价格每公斤约近四十元,但今年却不到二十元,这种抵挡价格已维持两个多月。 农民吃苦连天,但中原敬好兄弟,这是两回事,巴勒是营养价值最高的水果,含丰富的维他命C,拿来拜好兄弟,最能显示诚意,他前年就开始拜,今年若改其他水果,好兄弟恐怕不习惯。 萧道龙说,过去民间传说,净神或祭拜好兄弟既用油籽水果,尤其是巴勒吃完,拉到田间,往往就尝出小巴勒。 淳朴的农民总认为,神明没有把贡品吃进去,代表拿巴勒净神没诚意。